下一个问题是这样 他青春期的孩子 作息时间不好 主要是晚上12点以前 没有任何的睡意 12点以后才开始收拾睡 结果大部分时间 都在1点左右才睡 可以早上8点起床 但每天早上都很累 那他才14岁 担心他的身体发育 想帮他可是他不要 说自己正在努力 可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 那作家长应该怎么办 谢谢 Time management 是我们所有人 所需要学的功课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有一个这样的挣扎 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 都观察到 特别是teenager 他们在这个作息上面 可能和其他的人 更加的不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 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高中上学那么晚 小学上学那么早 就是说他们知道 这个teenager的 这个作息的时间 是这个样子的 晚上他们睡得晚 早上他们起得晚 那我上次才看到就是 很多的大公司的CEO 都是早上5点起床 有的更早 为什么就是脑子在 大概10点钟左右 睡觉的时候 身体的这个 恢复的情况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然后你如果把这些知识 不停地告诉他 不停地encourage他 然后就看他们自己 怎么去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了 真是很奇妙 非常多的这些成功的人士 就是这么discipline 早上5点起来 然后就去运动 运动完了以后 就开始上班 今天管理是我们都非常需要 我也是很喜欢分享 学到这个技巧各方面 然后汪医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个健康习惯 帮助我们的孩子 知道什么是健康习惯 就像蒋明老师说 有一些很成功的人 可以给他们做例子 可是的确的 每个人有些是 早鸟 有些是晚上的人 所以我讲时间管理跟时间的 建立这个健康习惯的讲座里面 都会提到 而且就讲到最重要的 让他们知道 像蒋明老师常说的 Big Picture 大图画 到底他们早睡还是晚睡 早上很累 跟晚上很晚才睡 各方面 对他们有什么的帮助跟利益 或是伤害 让他们能够看到 这个愿景是什么 如果孩子们的睡眠习惯 已经有一些的紊乱的话 他们可能就像导时差一样 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 那如果帮助他们 可能你没有办法 一下子今天12点睡 明天8点睡 9点睡 给他们一点空间 然后让他们有学习顺服 顺服这个自然的规律 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都喜欢反规律而来 想睡就睡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 有一个知现实 而且这是很古老的智慧 汪医师他这里说 一般来说14岁的孩子 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 对啊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人有的小孩子 可能六个小时就够了 有极少数人觉得 五个小时就够了 但大多数人应该是 七八个小时 这个睡眠的时间 不是绝对的 但是average是七八个小时 这个呢主要是 主要是根据你的这个 functioning level 你的这个来决定 你的睡眠是否足够 我听到过有人说 五个小时就够了 我很吃惊 我是绝对不够的 我听到那个 谢谢大家